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这些事情能够喜上加喜 从而催忘我们的运势 那具体怎么择日呢 小编今天呢总结了一些方法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来讲前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择日的含义 择日呢是一种方数 这种方数呢后继流光深入人心 在民间呀具有着深越而广泛的影响 其选择对象是时间 年 月 日 时和空间 方向或者方位 以时间为主 其价值取向是吉祥 有利无害 其目的在于趋吉避凶 起伏相获 知道了这个呀 小编再为大家介绍具体的方法 一 黄道日与黑道日 黄道日与黑道日共十二位 称剑星也称为十二神 其顺序是 剑太岁 除青龙 满丧门 平六合 定官符 指少号 破大号 微朱雀 成白虎 收贵神 开吊课 避并符 可简单地记为 剑 除 满 平 定 直 破 微 成 收 开 避 十二剑星即是每月的月剑 中月剑影 二月剑卯 三月剑陈 依此类推 茶月剑铜牌四柱一样 以节为准 即 立春 金哲 清明 立夏 盲仲 小鼠 立修 白露 寒露 立冬 大雪 小寒 黄道日与黑道日的分辨歌诀 剑满平收黑 除微定直黄 成开皆大用 破壁不相当 意思就是说 逢剑 满 平 收 臂 破之日为黑道日 逢 除 微 定 直 成 开之日为黄道日 择日呢 首先要选择黄道吉日 不选黑道凶日 民间在运用黄道日与黑道日上面有所变通 现将歌诀 录于夏 尽供大家参考 剑移出行 收架曲 定移上梁 满修仓 破除辽病 直移铺 威力安床 必丈良 成开所欲均大吉 平日做事 总平常 怎样查询某剑心呢 关键得小的从何处起奸太岁 方法呢 是从每个月所值的地一起 比如说正月地之为隐 那么就从隐日上奸太岁 以下顺数 卯日为除青龙 陈日为满丧门 四日为平六合 五日则为定官符 卫日则直小号 深日则为破大号 有日则为威猪穴 续日则为成白虎 亥日则为收贵神 子日则为开吊课 丑日则为毕病符 其他月份以此类推 请注意 凡某剑心碰到幻节的那天 就要重复使用 如1998年12月18日的剑心为收 19日是立春 属幻节 则19日重复使用剑心收 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如果不明白的话 仍按照剑心排列顺序去查 就会把黄道日与黑道日弄错 二 天月二得日则法 一 天得查法 正丁二身公 三刃四心童 五害六甲上 七魁八饮缝 九柄十居矣 子四愁饮中 天得之日无忧祸 缝凶化吉 得安宁 天得贵人以月来定 正月日干见丁 二月日之见身 三日干见刃 四月日干见心 五月日干见亥 六月日干见甲 七月日干见魁 八月日干见影 九月日干见饼 十月日干见乙 十一月日之见己 十二月日干见影 二 月得日查法 银武续月在饼 亥毛未月在甲 身子沉月在刃 四有丑月在饮 月得贵人也是以月来定 银武续月日干见饼 亥毛未月日干见甲 身子沉月日干见韧 四有丑月日干见耕 三 天月得和日查法 天得和日为与天得相合的 干或者知所对应的日子 月得和日为与月得相合所干 所对应的日子 天月得和日的即进程度 比天月得次之 三 不择禁忌日 一 即三煞日 三煞日为结煞 灾煞 碎煞 隔绝 银武续见亥子丑 申子沉见四无畏 亥毛未见申有续 四有丑见银毛沉 此三煞日以生年地支来定 凡生年地支占亥武续的 不该则亥子丑日 因此 银武续见亥为结煞 见子为灾煞 见丑为岁煞 凡生年地支占申子沉的 不择四五畏日 由于申子沉见四为结煞 见五为灾煞 见魏为岁煞 凡生年地支占亥毛位的 不择申有续日 由于亥毛未见申为结 见有为灾难 见戌为岁熬 凡生年地支占 四有丑的不择 银毛成日 由于四有丑 见影为结煞 见卯为灾煞 见臣为岁煞 二 祭月 祭日 隔绝 初五十四二十三 老君奴礼不炼丹 初五十四二十三 这三天为月祭日 故此三天不择 三 继红祖朱雀日 隔绝 初一不嫁举 初九不上梁 十七不出零 十八不埋葬 二十三不洞坟 二十五不搬家 四 四季日 春兔 夏马 秋季 冬暑 每月丁丑日 五 季绝 离日 历春 历夏 前一日绝 历秋 历冬 前一日绝 春分 秋分 前一日离 夏至冬至 前一日离 六 季岁破日 凡日臣冲克太岁 为岁破日 不择 七 季月破日 凡日臣冲克月令 为月破日 不择 八 不择与生肖相畅日 四 民间常用的吉凶日 民间对于择日所用之法 可谓是五花八门 举不胜举 由于很多方法不符合五行生克之理 属荒谬之说 故本文在这里仅摘取一部分 供大家参考 结婚及凶日 一 四决离日 关于四决离日呢 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二 嫁娶离别日 正妻丙子 二魁丑 三月并深 四并晨 五 六 丁寺 八更晨 冬月魁寺 九星味 十辣 两月 丙五日 千万留意 免遭见 嫁娶若适逢此日 夫妻反目 要离分 出行及凶日 一 方位上的禁忌 丑不难行 友不东 东虎西方属大凶 马侯西南遭官事 舍阳不可东北行 卯不东南走 旭不西北行 害子北方大失散 迎着空望一场空 丑即逢丑日 有即逢有日 龙止晨日 虎止隐日 马止五日 猴止深日 蛇止四日 羊止未日 二 季日 初一既西行 初八既万方 十五车行凶 惠日北不立 三 出行即凶 正月子五二位深 三月深有是即晨 四月子卯是好日 五月隐深更为根 六月未日相当好 七月五位有加深 八月有亥九子五 十月子亥有称星 东迎子日十二亥 出行查找要认真 以四之日不可用 千万留意心内存 四 搬家择日 对于搬家择日呢 还有以下几点说到 搬家以带水之日为集 少用带火之日 关于上述的水与火 以日之为准 宅作东不择四友丑心日 宅作西不择亥卯未日 宅作南不择身子沉水日 宅作北不择银武续火日 五 宜锅吉凶日 剑破宜锅家长病 储为宜锅母幼王 收满宜锅遭官室 平定宜锅损克商 直臂宜锅损牛羊 承开宜锅大吉昌 众人识得一锅法 道老安宁少获殃 六 安造吉凶日 剑破方家长 除微母先王 承满亥儿孙 直臂损牛羊 定开多才气 平收静田庄 八兄君莫范 四吉最为良 这就是说 以定 开 平 收 四日为吉日 其他日则为凶日 大家会问 平 收不是黑道日吗 为什么这里又说是吉日呢 到底怎么样用呢 此法是由民间的一种用法 只供则安造参用 七 十恶大败日 甲臣以嗣与认申 丙申丁亥及庚臣 勿絮魁亥加心嗣 极丑都来始为神 除此之外 民间还有很多择日方法 如阳宫即日等 由于这些方法不符合五行深刻之理 故不再细说 请举例上面几项内容 供大家参考 五 时空四柱择集法 时空四柱择集法有两种 分为大四柱和小四柱 大四柱呢 即所集的时间 等年 月 日 时 所构成的四柱 用时空大四柱 可以确定择集日时 小四柱是所择集的时间的 月 日 时 刻 构成的四柱 这里所指的刻 是将一个时称分为十二刻 一刻十分钟 即一个时称内的第一刻为子刻 第二刻为丑刻 第三刻为隐刻 第十二刻为骇刻 这与平时所说的刻不同 用小四柱可以把择集的时间 具体地推到一个时称的某一刻上 刻上天干的起法 与日 上 起的 时 法 相同 是用时 上 天 干 来 起刻 上 天 干 小四柱呢 是以时为中心的 六 怎样正确择日 关于择日设法太多 若完全遵从根本选不出几个好日子 且很多方法之间互相矛盾 有些方法呢 又完全不符合意理 虽然小编呢 已将一部分有使用价值的方法 介绍给了大家 但具体怎么用呢 相信大家还是会有些无所适从 下面就将一些经验之谈 介绍给大家 一共参考 一 首选黄道集日 二 尽可能地不择视频中所列的 禁忌日和十恶大败日 三 在满足前两点条件下 使用时空四柱法 进行择集 四 假如碰到特殊情况呢 不能择出吉日 可以选择有贵人及神相邻的日子 讲了这么多你都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有不懂不理解的 可以留言咨询 大家一起宣讨学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